男祝贺曾在节目中表示 小时候家里经济状况不佳 曾经居住在没有厕所的房子里生活 吃了一整年的泡面 1994年2月22日出身于釜山营岛区 身高187公分 因为完美的体格和帅气的颜值 拥有来自世界各地许多的粉丝 男祝贺这个名字其实是爷爷帮取的 意思为发光的柱子 从名字就能看出男祝贺187公分的身高是天注定的 别看男祝贺拥有一百八十七公分的身高 其实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身高仅有158公分 之后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是在短短两年内暴风成长了30公分 喜欢篮球的男祝贺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爱上篮球 当时的梦想还是想当个国家级的篮球选手 但因为中学三年级的时候 小腿骨动了两次手术 被迫终止了篮球的梦想 但初中的篮球实力参加了许多三对三的篮球比赛 也几乎横扫冠军 当时庆南中学篮球部学生的赞叹不已 更是无法想象 男祝贺会放下篮球成为演员 男祝贺在因为手术后修复期间过场放弃了篮球梦 周边许多的人们开始纷纷半开玩笑 要男祝贺去当模特 而男祝贺也说到 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了想当模特的目标 也表示高三时看着张鸡龙前辈 更是燃起了当模特的梦想了 20岁的时候 在KAPUSGEN的一日模特体验活动中得到了一位 而获取了一奖学生身份 进入模特学院数讯三个月 甚至最后和KAPUS签订了模特合约 2014年正式以模特身份出了 2014年YG收购了KAPUSO 出演了乐童音乐家的200%级GIVAL的MV E&E中穿着校服与秀贤的互动完美 展现出了青春气息受到好评 之后受邀出演了JTBC我去上学了 与实际高中生互动担任 固定班底增加了知名度 之后以2014的圣余公主 作为男配角展开演员之路 2014以圣余公主作为演员出的座后 2015年通过试镜成为了 乌尔余学校2015男主角 仅仅第二部作品就以男主角出演 虽然如此 但男主和本人自己认为自己的演技仍不够好 当时也收到了不少恶评 决定更投入于演戏时的发声 及增加演技力 接着客串了华丽的诱惑 又以配角身份出演了《奶酪陷阱》 略知恋人 步步惊心力 更是不断累积了自己的演技实力 而2016年以举重妖精金服朱 再次以主角出演 透过郑骏亨这角色广收好评 之后的合伙的新娘2017 耀眼 非常效果档案 在RW里收到好评 只要是男主和出演的电视剧 几乎不需担心 人气也一直一直往上飙 看不见车尾灯呀 而今年的新鲜25 21 更是不用说了 还没开播就让许多粉丝期待 而开播后更是话题燃烧 收视率节节高升中 小福拖了出来 但小福却是腹肌 在综艺节目一日三餐中 吃饱饭后 放松了肚子让他突出来 但突出来的肚子 却还是有明显的腹肌 让众人惊叹不已 合伯的新娘2017拍摄时 露出身材的场面 拥有着青春少年的脸蛋 却拥有反转的到三角肩膀 完美的名品腹肌 让人美看美惊艳 在韩国网络百科上 也出现了很多像是怎样运动 才可以跟男主和有一样的身材 怎么样才可以拥有男主和的腹肌 等提问 男主和的相关搜索词 甚至会出现腹肌 男主和的腹肌 可是人气非常旺盛的 男主和的NT 是运负山翼的拥护者 拥有相同NT属性的艺人 有金中国 兽女时代太阎 赵银成等等 因此特征是 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 就算要戴着假面也愿意 对所有人非常的亲切 感情丰富 就算是在好朋友 家人面前也是如此相对 但内心有许多的苦恼及矛盾 拥有着细腻又要求完美的心 男主和说过 平时比起外出 更喜欢在家看电影 或是打游戏 说到打游戏 可以疏解压力 打游戏的实力 也是水准以上的 曾经上榜过 游戏绝地求生亚洲地区排行榜 还透露说 因为自己的游戏 第一是男主和一 由于绝地求生游戏时 需要组队玩 还被同队玩家问过说 请问男主和先生 明天没有行程吗 竟然被粉丝认出是本人 当下太慌张 不小心杀了自己同队玩家 而输了游戏 男主和养着两只贵宾狗 一只叫秋天 一只叫卷士 但这上除了 时常分享工作生活照之外 也常常晒出狗狗的照片呢 除此之外 男主和还是个孝子 因为童年时期 过得很辛苦 在访问中也透露过 对于妈妈感到很愧疚 认为妈妈一个人养育她 一定非常辛苦 加上自己有点不擅长表达 所以从来没有好好感谢过妈妈 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没有妈妈的话 不晓得自己会变成怎样 所以决定要好好 趁妈妈还在身边的时候 好好孝顺妈妈 普通被询问到人生典范 时大部分都会回答 与自己走在相同条道路上的前辈 而被问到人生典范时 男主和表示 自己的人生典范是格斗选手 康南麦格雷格 而这原因是 就算不是冠军的时候 也展现出自己会成为冠军的样子 展现出自己堂堂的自信感 觉得实际上 能做到这一点 真的非常帅气 这一期你不知道的是 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更了解到男主和呢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之后还想看我们介绍什么人物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